而在福茂协定现在仍旧是在卡关当中 依照立愿进度到今年底恐怕都没有办法审查 经济会主委管周明就表示了恐怕会影响到了 家国家跟台湾签署了FTA的意愿 在行政院的政委员薛起则认为了 外界指议说签了福茂协定是没有效 但其实不签的话更糟糕 个人会很担心这个事件的拖延可能会产生影响 经济会主委管周明对还卡在立法院的福茂协议 表达忧虑愿按照立法院议事进度 到今年底福茂恐怕无法进入实质审查 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停下脚步 它有点观望 因为这是牵涉到国家的credibility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个人是觉得蛮严重的 不过对台新协议管周明强调不会影响 只是福茂卡关 首先金融电子商务营造业吸进拓点都会受阻 第二步拖延到货茂协议谈判 面板降税会更加难过 最后甚至会导致台湾无法参与TPP 行政员政务委员薛奇也透露他的忧虑 反抢外界对福茂的疑虑 有人会说你签的这个好像 这个效果也不是那么显著 但是我可以说不签的话一定是更糟糕 经济部长张家柱更搬出数据证明 强调签不签FTA真的有差别 若韩国FTA全部生效 每100美元降税优惠可以达到82美元 台湾就算全部洽签也只有34美元 来回就相差48美元 福茂卡关政府拼经济 恐怕还需要好好对人民交代 三连新闻林峰海中 台湾报道